社會國民黨敗選之後掀起路線之爭 甚至傳出九二共識必須要做調整 而且總統蠻久甚至劍指中國大陸 我們聽聽稍早這段訪問 因為九二共識是台灣跟大陸的共識 如果北京不同意的話你跟誰共呢 大家一直很誤會的 九二共識它一定要是台灣共識 也要是兩岸共識 這樣才會有效果嗎 你覺得現在還有共識嗎 就是要找出一個可以一樣恢復共識嘛 因為一中各表基本上對台灣是非常有利的 讓它有彈性 而且能夠維持我們憲法上的一中原則 二方面能夠讓兩岸交流 所以現在共識有落差就是了 對 因為大陸 我覺得這地方大陸要負相當責任 因為它把九二共識把它解釋成 完全就是一中 忘記了還有各表 所以這一點它如果不改的話 江老師我們困難會增加很多 我們可以知道 馬英九曾經提出來說九二共識就像兩岸之間的定海神針 但是他認為說 在這一次的大選當中 國民黨會失敗就是因為大陸已經將九二共識來已經做扭曲的解釋 甚至於讓台灣人民無法接受 因此他認為說必須在兩岸之間再尋求一個最真的一個共識 讓兩岸人民都能夠接受才可以 至於說黨內的一個改革的部分 甚至有人提出來說 邀請馬英九再回去續接黨主席 對此馬英九只清淡地表示說 其實大家都要一起努力 就是目前掌握最新情形